方尘沉默地站在原地 片刻后长叹一声 道 多谢 尽管早有准备 不过他 还是感到失望 其实他想要挺的是 自己父母被迫 或是不小心 这样至少他不是被抛弃的 但现在看来是自己奢求过多了 尽管方尘神色不变 但诸葛伦还是看出他心中失落 于是安慰道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尽管你父亲如此 但母亲并未首接参与 或许 你母亲还在寻找你的踪迹 也说不定 是不是 尽管知道是安慰 但方尘的情绪 也微微缓和些许 拱手道 多谢 嘿嘿 应该是我谢谢你 好了 算挂到此结束 咱们呀 有缘再见 说完 他转身挥手 手接离去 方尘目送他离去 一旁的王金福 忍不住说道 我说方兄 你该不会真信了这丫头的话吧 信 也不信 不过 这些对我来说 几经不紧要了 我与他们就算相遇 只怕也会形同陌路 重新整顿好情绪后 他道 走吧 好嘞 王金福点头 二人离开小巷 继续前往酒楼 另外一边 拐入小巷的 诸葛鸾猛然伴 蹲在地喷出漱口 黑色血液 孤沙命脉 什么天命 果然很凶 不过 此人凶命按理说 早就该死 却是有人 以命布局 为其寻的数道生机 这数道生机中 有一传承 二天命 三靠山 西音园 真是好手笔啊 诸葛鸾唏嘘不挤 纵然他挂算一道了德 也不得不佩服 对方手段知了德 甘拜下风 卢 你这是怎么了 突然一道 慌张的苍老声音响起 一位先锋盗鼓的老者 立刻赶来 见诸葛鸾口喷黑血 担忧道 你不会又以寿元 为人算卦吧 要是方尘在此 必定会认出 眼前之人 正是一开始 想要为他们算命的老者 诸葛鸾微微摇头 道 我并没有动用 寿元算命 只是那人的命太凶 遭受到了些许反噬 不会有事 凶命 难道是一个 颇为英俊的白发青年 他身边跟着一个胖子 老者立刻想到 方尘他们 诸葛鸾差一道 爷爷你也遇到了 老者名为诸葛麦云 他道 对 之前我觉得他命数十分特殊 便打算 为其算上一挂 不料靠近时发现 其命迈吉凶 便放弃了这个打算 没想到 却是被你给遇上了 你居然还这般不怕死 给他算命 说到这 他瞪了诸葛麦云一眼 诸葛鸾却是差一道 这么说来 他和我们颇有缘分 或许这就事命中注定 诸葛麦云连连摆手道 别 这缘分 还是别有了 若是命数不够硬 靠近他 基本都是九死一生 也就只有那胖子的生命 这才平安无事 诸葛鸾不可置否地点头 那胖子看似 憨厚老实 实则狡诈 但其气韵颇为不凡 是少见的气韵之子 也就只有 他这般人物 才能待在大哥哥身边 安然无事 但就算如此 待在一起久的话 依旧会倒霉 大哥哥的命脉太可怕了 他对于方尘更感兴趣 诸葛麦云见诸葛鸾 又陷入沉思 明白他这时 又对他人命数感兴趣 要是不加以阻止 只怕他会刨根问底 而像方尘 这种孤煞命数 一个不小心 那会死得十分凄惨的 于是他敞开话题 也是想到 关于孤煞命的往事 说起来 我在十多年前 什么事啊爷爷 诸葛鸾好气起来 诸葛麦云长叹一声 那是我造的孽 曾经我为一人看命 正好也看到他的小儿 那子 同样是孤煞之命 我便跟那人说了这件事 也将亥处说了出来 说到这里 诸葛麦云满脸自责 他继续道 那人 向我寻求解救之法 我也给他留下 数种可以缓解之法 只是没想到 在我离开后没有多久 便听说 那子早要的消息 诸葛鸾意识到什么 难道 没错 那人为自己 道运不受影响 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诸葛鸾捂住樱桃小嘴 那可是他的儿子 在他眼前 自己的道运 比什么都要重要 诸葛麦云苦笑 满脸自责 也怪我当年 没有声响 是我害了那个孩子 诸葛鸾道 这不能怪爷爷 毕竟谁又能想到 对方会因为自己的道运 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不放过 那人太可恨了 爷爷他到底是谁 我要诅咒他 诸葛鸾意愤填 孩子何其无辜 就算是影响道运 也可送走啥的 只要孩子不在身边 就算是有影响 也不会太大 但对方 居然守接下杀手 虎毒还不四字 他却连自己的儿子 都不放过 好了好了 那人可不是我们 招惹得起的 我也一手 在为那孩子祈祷 希望他 下辈子能有个好态 现在说再多 也几时无用 诸葛麦云白手道 诸葛鸾尽管愤怒 但也明白 那是几经不是 他所能解决的 只能愤愤不平地点头 好了 昨晚我夜观天象 只怕端木家 主命不久已 到时就该是 我们出面的时候了 诸葛麦云道 爷爷 事情过了这么久 端木世家还认吗 诸葛鸾 有些担忧地问道 人族争顶即将开始 他们认也得认 不认也得认 诸葛麦云 眼中闪过一抹冷意 另外一边 方辰和王金福 住在了离端木世家 不远的一处酒楼当中 商议着 见端木白雪的事 王金福说出了他的计划 就是首接从正门进入 他现在是王家 唯一的后代 就算是端木世家 也要给他几分薄面 不过 在进入之前 我们还是好好调查一番 知彼知己 才能百战不待是不是 王金福道 贸然登门 必定会有一些麻烦 所以 还是先打探好端木家 确切消息 再行动为妙 但要是贸然打探 也会被端木家注意到 但要如何打探 这又是一个问题 如果随便问人 必定会引起端木世家 暗探注意 毕竟 这里可是端木世家的底盘 不管你如何去打探 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嘿嘿 王金福自信一笑 方兄放心 这个问题交给我来 哦 王兄要如何做 方辰问 当然是 王金福正想说 却是听到有人敲门 他咧嘴一笑 道 方兄 这情报不就来了 他将门打开 一个勾搂着腰的少年 见到王金福 立马恭恭敬敬地行礼 王少爷 进来再说 王金福让他进来 在将门关上 隔音阵法也随即开启 他为方辰介绍道 方兄 这位是小人 是王家安排在卧龙城的情报负责人 在来之前 我就用家族传音秘书 让他打探消息 保证让你满意 方辰闻言感激道 多谢王兄 若非王金福 他还真有些难搞 毕竟端木世家 可是有他对付不了的大能存在 王金福连忙摆手 方兄莫要客气 若非是你收留我 我现在还是个笑话 你就是我的老大 这些都是 小的应该做的 方辰见王金福神态诚恳 知道这是对方肺腑之言 他重重点头 城门没有大小之分 入者 皆为兄弟姐妹 这话是对王金福的认可 王金福虽憨淡也不傻 闻言大喜 方兄这话我记下了 我也会继续刻苦修炼 绝对不辜负城门 好 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二人的对话 将一旁的小人 看得一愣一愣 望向方辰的目光 也满是震惊 王金福虽懒歇 但身份摆在那 能让其屈服者几乎没有 更从未喊他人为老大 眼前之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居然连他家少爷 都心服口服的 韩老大 姓方 难道是 人族顶尖五座天骄之一 方辰 他身躯微颤 这位在之前 可是人静的大话题 基本人人都在讨论 这位人静大荒域 崛起的绝世妖念 没想到 对方静在眼前 而且还来了卧龙城 这时他也想起来了 端木白雪与方辰 似乎有婚怨 如今端木世家 想将端木白雪 嫁到异族势力那边去 这位来卧龙城 倒也是情理之中 难道对方 是想要来夺婚不成 很有可能 毕竟端木白雪 长得那么漂亮 又是自己的未婚妻 不管是因为端木白雪 或是面子 怎么也得来 否则未婚妻被夺 日后他也很难 继续再人静婚 他心中暗暗想到 同时也越发激动 也就是说 此次端木世家 可不会像之前 打算那般的平静 端木白雪婚嫁之日 必定惊天地气鬼神 而他则是能够一线吃瓜 想到这他激动的 全身都在颤抖 他正是因为对八卦 有着万分热爱之心 才会成为王家的情报人员 王金福和方辰谈完后 见小人脸蛋仗红 疑惑道 你怎么了 没 就 就是遇到方天娇 有些激动了 小人连忙说道 切 大惊小怪 我和方兄乃是兄弟 我得死了吗 王金福十分得死地说道 嘿嘿嘿 小的哪里能和少爷比啊 小人连忙吹捧道 王金福顿时越发得瑟 他摆手道 知道就好 好了 赶紧说说端木世家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吧 是 小人连连点头 说道 最近端木世家一手造势 说天道运算 与灵溪王联姻 可助人族争顶 夺造化 说得神乎其神 而端木世家的算道地位 摆在那里 自然也有许多人相信 纷纷支持端木世家 所以如果要抢婚的话 只怕会引起众目 说到最后 小人偷偷地瞥了方辰一眼 言外之意 你这么做 只怕名声会臭 嗯 这个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王金福疑惑道 这是最近才传出来的 毕竟之前端木世家 联姻一族 引起不少人不满 说端木世家 是要头外 所以 最近一个月 就出现这种说法 现在端木世家 反而是成为英雄家族 其他势力 要是敢表现出不满 或者质疑 都会被众人批判 毕竟 只要涉及到争顶 都会十分敏感 如今 争顶是数亿人族 最为关切的问题 也是最为渴望 甚至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 争顶成功 在接下来的百万年内 人族不会再为生存而顾虑 甚至可以成为永恒的种族 所以 任何有可能争顶成功的可能 他们都会不顾一切 甚至到了末世一切生命的地步 王金福眉头一皱 端木世家 本就是人族挂算第一 非常擅长舆论 现在更是争顶敏感话题 倒也有几分手段 不过 他们做那么多 真的只是想交出人去 方辰认同地点头道 只怕他们想要借此机会 攀上灵溪王这艘大船 也说不定 王金福道 但听闻端木世家 也有物神尽大能 又何必畏惧一个灵溪王 而且 他们真要攀上灵溪王 就有背叛人族的可能 人黄殿 也不会眼巴巴地看着 方辰道 谁说是投靠 他们只是为自己 寻得一条后路罢了 后路 没错 不管任何种族 争顶都是败的几率更大 如此寻找一族靠山 倒也是情理之中 就算是人黄殿 也不会出手阻止 毕竟能否争顶成功 还是要靠这些势力家族 逼得太紧 只会适得其反 所以只要不太过火 人黄殿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方辰道 王金福不可置否地点头 确实 人黄殿尽管强 但也没有强到真能 掌控所有势力的地步 只要不背叛人族 那都好说 他望向小任 啊 继续说下去 小任点头 继续说道 但灵溪王 对于端木世家的讨好 却并不怎么感冒 派遣过来的 也仅仅只是 一位灵溪宗的内门弟子 来接亲二几 这可把端木世家 给气坏了 不过他们 经过秘密商议后 选择了隐忍 端木世家 在仁静十分重视脸面 何况代表的 海市仁静顶尖家族之一 方辰和王金福眉头一皱 如果真是如此 确实是挺丢人 不仅丢的是端木家的脸 更是整个人族的脸 要是此事外传 人族顶尖天骄 对于一位内门弟子 第三下息 陪笑讨好 那人族尊严 将会一将再将 小人忍不住 多嘴一句 少爷 方天骄 端木家主的性格 我很了解 他不应该如此做才是